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山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非常开胃酸爽的番茄牛腩 味美汤浓,还原了牛腩和番茄最原本的味道 做法非常的简单哦 需要的食材有姜,黄油,葱,洋葱,三个西红柿,以及牛腩 首先我们把姜切片,一片就够了 然后葱切断 洋葱去皮,切成碎丁备用 西红柿划十四刀,准备去皮备用 烧一锅热水,等水烧开之后,把和好十四刀的西红柿放入 这样更有利于我们之后去皮 西红柿在热水里泡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去皮 然后切成小块备用 留下一个西红柿切成大块备用 是为了快出锅的时候放入 然后我们把洗好的牛腩切成麻将块大小 准备炒水用 锅中倒入凉水磨锅肉块 放入切好的葱和姜 然后放入一点料酒去腥 开大火煮至雪末冒出 然后关火把肉洗干净备用 黄油我们用的是没有带盐的 超市有另外一种带盐的 就是炒菜啊或者是炖肉都会有淡淡的咸味 我是比较喜欢没有那些咸味的 就光是黄油的味道 这个还是看个人喜好 黄油切一些块备用 开大火热锅 然后把黄油放进去涂抹均匀 注意把锅壁也可以抹均匀 等黄油完全中化之后 放入之前切好的洋葱丁 煸炒至出香味 然后我们放入之前切好的小块的西红柿 翻炒片刻之后就可以放入番茄酱 为了增加浓稠度 以及给番茄汤底增添醇厚浓郁的口感 然后我们放入一瓶勺白糖 翻炒至熊是有些烂糊的状态的时候 放入之前炒好水的牛腩块 翻炒之后放入水 没过所有食材即可 放入两片香叶 用来增添香味 盖上锅盖 然后开大火 焖煮半小时左右 半小时后我们放入两片烧的盐 然后加入适量的酱油 翻拌均匀之后我们继续盖上盖子 再焖煮一小时 一小时之后我们放入之前准备好的大块的西红柿 然后翻拌均匀之后再盖上盖子 再焖煮半小时左右 其实焖煮的时常主要取得于肉质 如果怕炖不辣的小伙伴们可以适当的延长焖煮时间 这样一锅软烂鲜香 番茄方位浓厚的番茄牛腩就炖好了 可以配上白饼饭或者煮一碗面条 焦上厚厚的番茄牛腩汤汁 在夏天是真的很开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